好 台湾各原住民族群巫衣文化到现在是存在各个部落的家族当中 来看到万荣乡文物馆为了要使族人对巫衣文化能够加以的认识以及理解 并且持续保存延续传承 花费三个月时间茶香内仅存的五位巫衣 以影音文字加以记录之外呢 也在今天办理了巫衣之药泰鲁阁族巫衣文化特展 现年72岁的巫衣杨桂丽特别现身说法 希望族人接棒传承太鲁阁族特有的巫衣文化 芋头叶上的肉末与酒一字排开 师臣母亲无实法力的杨桂丽邀请祖先神灵前来共荣 为巫衣之药太鲁阁族巫衣文化特展开幕活动 齐安顺利 旺药湘文物馆为了不让太鲁阁族 传统巫衣文化没落消失 今年三月份开始 针对乡内景存的六位巫衣进行访查 以影音记录保存 并且开办特展 让族人重新认识理解传统巫衣文化的内涵 除了巫衣现身说法身为医生的立委卢宪一特别到场 对于部落巫衣所行救人疗愈与现代医学本质相同 而先议员简志龙也因母亲为巫衣家族 因此对于时代变迁现代医疗以及西洋宗教的传入 使得原住民族群传统巫衣被取而代之而隐没 也有感激发 也全力支持推动巫衣文化的保存与附赠 那其实在我妈妈那边的话 其实有录一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存在 所以我对这几些事情是非常的非常的认为 大家说未来我们到底要存留给孩子们到底是什么 我话这几些事情要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 那包含社团包含公主包含所有的人的努力 我们才会保存给下一代 靠什么可以活到现在这个时代呢 就是靠我们的成功业 然后我们整个的保护 我们才会认识到很多 那如果把这个曾经失去的这些东西找回来 说不定你的平均 你就会跟那么一样甚至会超越 不是吗 如果你们这样的挪辑来看 今天特展开幕活动 也特别重现远之原味的乌衣齐安 技艺文化 乡长梁光宁感动并热摇大壮 从节日起到9月30号 千来万荣文物馆观展 一同分享交流 与感受太鲁阁足乌衣文化之底蕴 特别策展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今天乌衣 很多的内容细节 都在策展中能够展露乌衣 就是让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过去 我们不论我们的文化 就存在的必要 所以说这个 我们正是我们万能上特别策展这个部分 让大家能够了解 给社会大众了解我们太鲁阁足乌衣的角色是什么 杨贵力除了是太鲁阁足少有以主管来占图疗愈 这一次特展中也包括 嘎子义吉红老师 欧阳日妹 蔡奇以及盘金水共六位各个领域专才的乌衣 他们的习乌生命史 口述记录 过往的记忆 特殊事件 医疗实况等等记录 探讨乌衣处在社会文化情境下的变迁形态与过程 并给予当代族人反思于文化的意义 十分精彩 相当值得到场参观探究 记者是玉兰万荣采访报道